跨越宛如战场的断缘残壁 国难当头军人的使命 让他更加无所畏惧 但是好运也有用完的时候 有人等到的只有新人冰冷的遗体 还有家属抱怨哭哭等了两天 救难现在才到 无奈受灾范围超乎想象 不是不救是根本就救不完 CNN记者也直击救难现场的惨况 土国世纪长镇后进入第三天 黄金汽车小时最后倒数不到一天 生还的机会一点一滴流逝 TB的现状报道 土耳其遭遇强震过后 又碰上的是寒流来袭 他们灾区的气温只有零下17度 土耳其的总统艾尔段已经宣布了 南部的10个灾区省份 进入到紧急状态为期三个月 倒塌房屋碰上寒冷低温 大雪还下不停 土耳其强震过后对灾民的考验 才刚要开始 灾民归着小小火炉取暖 因为从地震发生后灾区 气温冷到只有零下17度 没有暖气 没有电 而且随着低气压进驻 不但可能气温继续下滑到负23度 还有强风出现 状况相当严峻 不过就在此时 却有民众开始到超市囤货 大抢物资 规模7.8强震重创 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800人 让土耳其总统艾尔段心痛宣布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土耳其强震带来的严重破坏 还不止这样 为在南部地中海沿岸的 伊斯肯德隆港引发大火 火势相当猛烈 恐怕接下来港边货运作业 只能全面先停摆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在强震发生之前 当地有不少人都表示 目睹到了各种自然的异象发生 包括是有鸟类大量的乱飞 状况如何交给记者彭会员 土耳其的大地震发生到目前为止 最新的统计是已经造成了 至少7926人的死亡 而这个死伤人数 都还是有可能在网上增加的 那是不是真的在大地震发生之前 看到天有异象 因为就有土耳其的民众表示说 他们在大地震发生之前 就拍下了 不但在夜空之中出现了 像是地明的蓝色闪光 还有大量的鸟群 在天空是密集跟毫无目的的乱飞 这个影片当中 其实就可以看到 这个鸟群是大量的在空中盘旋 而且是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队形形状的 看起来是非常混乱的 另外还有就是这些鸟群 通通都站在树梢上 而且一直发出各种的声音 整个时间是大概接近一分钟左右 不过当时民众都觉得这样子的景象 是很奇特 所以把它拍下来 可是没有想到 还真的有可能是日告着 将有大灾难要发生 这段影片曝光之后 也有很多网友讨论说 这个可能真的就是 大自然间的警示系统 因为鸟群是可以感受到 地底颇长的改变 当然也是在地震发生之后 这样的影像备受讨论 现在在当地的救援行动 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了 一名顺利亚的医师 就描述了劫后余生的经历 同时也曝光前线救援 再请教会员 好 事实上发生在土耳其 跟叙利亚边界的这一场强震 可能死伤人数会超过2万人以上 这是来自于联合国的预估 他们就预估说 总尼赖人数可能会是 现在的好几倍 那么最糟的情况 可能会是逼近3万人左右 那么尤其在叙利亚北部这边 因为叙利亚是一个长期内战的国家 所以说不要说是7.8强震 可能一般的地震 对他们来说都会造成影响 现在遭遇强震 有一名在叙利亚的医生就说 他任职的医院 是收治了超过400名的伤者 不过这当中就有超过50个人死亡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在瓦砾堆中 受困的时间是太长了 再加上当地的气温又是非常寒冷 到了晚上是降到零度以下的 那再加上就是因为受困太久失血过多 天气寒冷也增加了搜救的难度 就导致这个死亡率是升高了 而且当地其实比较棘手的 就是长期下来 医疗资源都不够 包含医院的病床不够 缺乏资源救治 那么原本就是长期战乱 现在又是百年大震 药品的不足也会导致很多儿童丧命 那么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的预估 这场地震当中可能有数千名的死者都是儿童 土耳其遭遇这样的一个强震 距离镇央大约180公里的雷伊汉勒 台湾中心变成临时的庇护所 有将近400位的灾民都涌入 而大部分是妇人还有小孩 由于现在雷伊汉勒是属于无政府状态的 不只没有救援队来进驻 当地是缺水又缺点 晚间零下一度的低温 妇女幼童果真棉被坐在走廊上 这是位在土耳其南部 雷伊汉勒台湾中心的近况 灾民全挤在小空间内 妈妈带着小孩打地铺睡觉 这里成了紧急避难所 台湾中心所在的雷伊汉勒市 距离镇央180公里 除了30位员工 本身又有收留500位难民 现在再涌入近400位灾民 当地却还是没有救援队进驻 中心怕会撑不下去 目前的状况至少还能够撑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余震一直不断的发生 所以说只要有余震 人就会来台湾中心断水断电 但是还好是我们有挖了一个地 深100米的地下水 很多的民众其实是来台湾中心去取水的 百年强证 当地不少人有家归不得 台湾中心成了灾民重要依靠 但路断了 物资柴油运不进来 再加上无政府状态 执行长脸书报平安 一度哽咽 担忧物资缺乏问题随之而来 收容对象包含土耳其及叙利亚人 好在台湾中心有发电机能用 手机充电继续苦撑 但能维持多久未知数 毕竟当地余政仍不断发生 不过台湾中心持续和外交部联系沟通 找货柜运送跨海送爱心 要用最快速度给予当地援助 推本新闻连日周尔萱台北报道 这个雷伊汉乐世界公民中心 在当地成立已经有两年时间 起初是为了要庇护叙利亚的难民所设立 一座座镀星铝合金的拱形建筑 这里是位于雷伊汉乐市的台湾中心 替饱受震灾摧残的土耳其人点亮 一盏明灯 但其实他是为了庇护叙利亚难民而生 跟着音乐一起摆动 制作台湾雷伊汉乐世界公民中心 平时作为让叙利亚难民的重建基地 必要时提供紧急庇护 NGO组织进驻还有职能训练 创办人就是来自台湾的建筑区教授 邱振宇 从2001年成立至今 除了与当地的市政府合作 取得1800坪土地 初期的建筑物 也是由我国的外交部文化部 出资1200万元补助 作为台湾人道救援的延伸 我不认为台湾中心是拿台湾人的资源 去帮助虚雅人而已 台湾人有一天会受到世界的尊重 但除了台湾中心 在土耳其第一线定点援助 我国外交部也宣布 捐赠土耳其赠灾元款 从20万元美金增加到200万元美金 并同步开设土耳其捐款专户 只是光这样还不够 继第一梯 40人抵达土耳其后 7号晚间第二梯90人的台湾搜救队 也从桃园出发 灾区的现场的一个交通 还有气候的状况 非常非常的恶劣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在办路 落地就是挑战的开始 更何况同样是搜救权 第二梯次的有商务舱可以搭 第一梯次的却因时间仓促 只能塞货舱 当然什么舱不该是 优先考虑 毕竟眼下救人要急 台北报道 台湾国际搜救队 6号晚间已经出发到了土耳其 昨天晚上抵达了灾区 加入来救援行动 再交给会员 为了帮助土耳其度过这一次的地震大灾难 台湾是派出了搜救队 那么第一梯次40人 包含了消防人员 医护 还有带着搜救犬 以及6公顿的器材参与 他们2月6号晚间就从桃园机场出发了 2月7号中午抵达伊斯坦堡机场 那么2月7号的下午要转机 再到比较靠近灾区的阿达纳机场 但是就是在这一段路程的时候 原地下午4点要抵达灾区的 没有想到在这个阿达纳机场 就是因为太多各国的救援队要当当地 所以是塞机 他们等了4个小时之后 等到晚上才终于到了灾区 并且向联合国的这个统筹的救难中心来报道 由他们分配说台湾的救援队 可以去到哪一区 那第二梯次90人也在昨天晚间 从桃园机场出发前往土耳其了 那当然希望我们台湾的搜救队 到了当地注意安全 并且也可以实际帮助到 土耳其的灾民们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而TVBS也为您掌握最新消息 在土耳其发生强震之后 我们的记者陈向鲁 还有徐猛杰两人 已经抵达了伊斯坦堡 遇到了一些旅行团 其中也有台湾团 因为地震的关系 他们的行程多少都受到影响了 我们来看到TVBS 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好的 各位观众 历经了12个小时的飞行 我们已经从台北飞到了伊斯坦堡 由于现在的季节 并不是旅游的旺季 因此我们在机场看到的旅行团 其实并不多 但是刚刚我们有问到的一群 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团 其中的话有一名团员 他就讲说 原本他们应该是要 昨天的时候落地伊斯坦堡 但是也闹新天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地震 来接听看稍早他的说法 除了马来西亚团我们在机场还遇到来自台湾的旅行团 他们说要出发前的时候听到了严重地震的消息 确实让他们心情非常的忐忑 来听听稍找他们的说法 刚开始会觉得好像会害怕 可是后来想说地震离我们要旅游的地方有数百公里远 对啊 想说那这样都报名了就过来 对啊 不过还是很担心他们那边 对啊 我们台湾真的 我们台湾的救难队也是按赞 由于土耳其的土地面积是台湾将近22倍大 因此他们境内的航班可以说是非常的频繁 而因为受到了地震的影响 因此在镇央附近周遭的一些机场也都通通受损了 因此班机没有办法抵达 所以的话也造成了土耳其他们这边境内的航班 多少会有一些混乱 在刚刚的时候我们就听到有些人他要转机 但是突然间当地的机场已经closed 他没有办法只好留在了原地休息 好的 像就是目前我们在土耳其 伊斯坦保机场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换朋友 好 我们的记者也会随时在现场 为您带来最新的第一手消息的 而接着我们看到佛光山的开山宗长 星云大师原籍 各方政要都陆续前往调宴 赞颂会已经到了第三天 仍在加州度假的红海集团 创办人郭台铭提前返台了 亲自前往 但是大家关心的是他的2024 有没有可能选总统